首先的话 怎么样格式礼拜六和礼拜天 变成不同的底色跟颜色好了 当然如果你简单 你就底色也可以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怎么做 当然两个方法 方法一的话 你可以用所谓的什么 常用里面有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不过新增规则之前请各位注意 你要把你要格式的范围先告诉他 比如说 你说这个先把它恢复 这个也许把它清除它的格式 或者是说用油漆桶 刷着刷一下 刷这个 这两个刷一下 恢复一下 接下来的话 第一个范围告诉他 所以把这一个全部的日期选起来 1月1号到12月31日 所以Ctrl 需要向右再向下 全选 OK 第二步的话 跟他讲说 你帮我针对这个范围 判断一下 有点像这个也有点像他帮你写个回圈 反正回圈就是这些范围 这些范围都帮我判断一下 然后新增规则 接下来的话 就是 跟他讲说 所以他其实帮你做什么 针对这个里面的所有主要 一个一个的帮你抓出来判断 判断你必须给他一个规则 所以记得这上面这五个都做不到 其实在上面五个 真的很难用 最后面这个比较好用 但问题最后这个 其实还是要很注意 你规则等于什么 第一个要给一个等号 这个第一个等号有点像是那个 意思有点像 当什么情况发生 当 那后面的话你就用weekday 挖虎 哪个储存格呢 特别重要你必须要给他一个储存格 那你只要给什么呢 给他 这个范围的左上角就可以了 也就这边的话 只要给一个起始的储存格 那我们起始储存格是这里 所以你跟他讲说 当那个weekday 那个a2这个储存格 就是我们开始这个储存格 所以他底下会 a2 b2 一直往右 然后一直到最后 帮你全部跑完 如果当这个条 这个里面的条件 等于多少 如果是 礼拜六的话 那等于多少 等于7 对 OK 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但是请特别注意 他要两个等于 少一个都不行 所以其实应该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规则 这个等号应该是丢到 丢给前面的意思 丢给他 然后帮我去判断 OK 那我就做什么 把那个颜色 字的颜色改成深绿的 把填满的部分改成浅绿的 OK 字形跟填满 好 这样子 把这公式复制一下 为什么复制呢 按确定 先确定 你看礼拜六OK了 有没有 为什么要复制 因为新增规则再一次 礼拜天 公式把它贴一下 所以刚刚的公式 可以再把它贴上 改成多少 1就可以了 因为美国人 第一天就礼拜天 你就做格式 什么格式呢 底色是黄的 字的话 就是红的 按确定 全部 大功告成 特别注意 如果你将来要把这个格式 拿掉的话 你就不能像刚刚不是油漆桶 复制格式刷一下 它就恢复 它好像有动 但是 它其实 没有完全变 为什么 如果你要把它拿掉的话 记得 你必须要从什么 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清除规则 然后整张工作表规则 才有办法 也是你加 你只能从新增规则加之外 你要清除的话 也只能从这边清除 如果你从别的地方清除 是清不掉的 OK 这个是第1个 就是设定 所以 这边做 1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2的话 就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然后用这个来做 OK 礼拜六 礼拜天 第1个 第2个的话 待会我们会来看 如果我今天 我要把它写成VBA的话 VBA就这样 就是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让看得到清楚 按下这个 请恢复格式 其实这个道理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要怎么写 for i 等于第2列 到 应该32 32 对 然后 多一个 FORJ J的话你不能是 A到L 因为 那个4回圈里面 只接受数字 他不接受什么 文字 所以你变成FORJ等于1到12 蓝 有列有蓝之后 他就自动全部帮你做完了 也就是你可以把除尊格的资料 一个一个抓出来 判断 WIGGATE 所以道理一样 再去设定他的 底色跟字的颜色 就可以做完了 再等一下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如果 当然设定格式化做完的同学 也可以试试看VBA的写法 VBA的写法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是要做大量的自动化 当然你可以跟其他城市串接 可是 如果你只是单一 像刚刚简单只是想要做 做这个效果的话 用色定格式化当然也是一个好方法 好吗 好 好 好